这位扮演梁山伯的小生 就是来自台湾的著名歌子戏演员唐美云 他的名字在台湾几乎家喻户晓 唐美云的父亲蒋武童曾经是台湾歌子戏界赫赫有名的戏状人 从15岁起唐美云就开始正式学习歌子戏表演 并跟着父亲的剧团到处演出 凭着俊美的扮相和出色的嗓音 他很快在台湾开始走红 16年前唐美云就跟随台湾名花园歌子戏团 参加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文艺演出 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时拍摄的资料 那是海峡两岸隔绝近40年后 台湾的歌子戏剧团首次重新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当时的唐美云已经是台湾歌子戏界的著名小生 他们表演需要说有外团来支援他们 所以其实那次的表演我们接受是说 一个角色就是比如说一出戏我们就双眼 这样子对 所以就等于是参与他们的剧团 然后也等于是主演他们主角的小角色这样子 在这次晚会上和唐美云合作的 是来自厦门歌子戏剧团的演员黄娟娟 这也是唐美云首次和大陆的歌子戏演员同台演出 来自台湾的梁山博和大陆的祝音台 就这样在海峡情2006黎远百花村戏剧晚会上 为观众献上了歌子戏名剧梁柱 楼台会中的选段喜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